然后再来看吧 学历跟工资挂钩嘛 一想肯定挂钩吧 看一下结果吧 咱这块其实就画了一个这个Boss Plot 画了这样一个合图 在这个合图当中啊 你就看就是X轴选的是什么 选的是我当前的一个 就是我的一个标签值 Y轴选的是我的一个工资的一个指标啊 这样一个事 选两个列相对来说就是 然后在这个列当中 你看吧 就是得到结果 结果结果怎么样 天呐 我都看不太轻了 它是倒着写的 我应该给它横着画 这个数字画画 这数字画画不对 第一个就是什么 第一个什么 咱们就看吧 就看硕士吧 你看就是前三个 前三个怎么样 前三个学历 前三个学历来说 一条线差不多是吧 所以说后面后面咱就不看了 后面一些比较特别 咱就看比较常见的 常见的一个学历来说 咱得什么结果啊 咱们的一个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 你看前三个 怎么样 差不太多吧 所以说在一个心思角来说 学历 在这个可能跟国外更是这样 学历啊 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指标啊 因为还是要看一些能力的 学历呢 只是其中一个参考的价值 还有什么 前一份工作和现在的一个改变 这里啊 还有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统计了一下 这个人 他前一份工作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 然后现在这个工作呢 就是得以仙子死了 他就是选了这样一个人 现在啊 他自称是这个数据科学家这些人 把他们选到手了 然后又看了一下 他们的前一份工作是什么 然后这块他们又填写了一下 他们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工作 就是一个改变 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呢 你看就是前一份工作 天呐 做什么都有 反正都是数据领域的吧 什么研究员 然后软件工程师 数据分析师 然后程序员 然后数据科学家 工程师 让他起刀的 然后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提升吧 提升完之后啊 就是百分之多少人 就是 居然多数人都会就是 从前两个月转换到了数据科学家 相当于进一个党吧 进一个党 居然多数人都会提升 接近20%以上的一个工资 少部分人啊 就是一大部分 还有大部分 还有少部分 居然多数人都会有提升吧 就是5%到20%不等 基本上就是 相当于是一个升级了 打怪升级的一个过程 这是以前什么情况啊 和现在我的一个情况 进行了一个对比 然后数据科学家都用什么 这里啊 就是又对比了一下 在这个 这一块 相当于就是 选择数据科学家 这个领域人啊 看了一下 他常用什么工具啊 有啥 Python R Circle Notebooks TensorFlow C++ 这些啊 都是比较常用的 Metalive 可能一些学校同学老用 之前我也用过 做什么 做作业去用的 Metalive 我觉得这个东西用起来 不太舒服 Metalive应该跟R是蛮相似的 但是我从来不太喜欢 用这个东西啊 用Python 用习惯了 我觉得没啥事啊 是一个Python 不能解决的 这是他的一个情况 再也不看了 这些咱都看过了 然后还有 他们都在哪里学习呢 这玩意儿 还有这样一个指标 我还是给他画出来 他们在哪里去学习 哎呀 这个图啊 没打印出来 这个图没打印出来啊 到时候就是可能是 可能是不是我这个 Notebook 它的一个放大缩小的一个问题啊 图子我没展出来呢 看一下 这图没展出来 到时候大家可能得重新 执行一遍 这一块啊 可能就是因为我这块 嗯 我我具体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回事 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少执行了一部分 应该是少执行了一部分 到时候大家把这个 重新执行一下吧 这块就是看了一下 当时大家就用了一个 什么样的平台去学习 我就不从头到尾执行了 因为我现在这个东西 不是今天写的 打开这个Notebook 我要去再执行的话 从头到尾执行了 这个太卡了 因为就没展示上图表 我这笔记本都比较卡 所以说就给大家执行了 到时候大家自己打印一下 这个就是 他的一个学习平台 学习平台里啊 然后记着呢 当时写出来了 就是片当中啊 像是什么 木课平台啊 是最常见的 而且最好是一些免费木课平台 这些平台啊 都是比较常见的 一些国外的网站 然后还有什么 最后咱来看这样一个东西啊 时间都去哪了 时间都去哪了 啥意思呢 这里啊 他还对这个 就是这些工程师啊 不是说这些工程师吧 这些来我这个卡国网站人啊 进行统计 问了一下你们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啊 绝大多数时间啊 都会花费在什么地方了 你看来看一下吧 这块啊 绝大多数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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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续线 是一个周围数啊 这些人 他就会大部分人啊 都会认为 百分之接近 十七六个点的人吧 平均百分之十六个点认为 我这个时间还会到 我去想一些想法 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这块呢 还有进行可视化展示 也是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 会把时间花在 怎么样去做这个可视化展示 并且执行这样一个操作 然后呢 在你看在数据这个处理上 这个可能这个数据 这个不光是数据的一个获取啊 可能包括数据的一些处理 数据处理这块 花费最多时间吧 大概百分之三十五左右的一个时间 所以啊 就是说数据啊 是最烦的一个事 数据正了八经 大家好 越乱的数据啊 你用起来是越费劲的 建模 建模时间也不多 建模时间平均百分之二十多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差不多 建模可能相比简单一些啊 只要你把这个数据特征 然后都弄好了 建模啊 其实一般情况下 只是一个掉包的过程 这个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然后用一下什么样的一个平台 这个咱就简单看一下吧 因为这个平台 我也没用过 这些什么国外这些平台 大部分情况下 你看用Hadoop的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多的 Hadoop它那个生态圈里 好多工具啊 都是比较常用的 我们现在用Hadoop啊 Spark为什么不用啊 因为前人都是用Hadoop 留下来一些东西 我们就都用Hadoop去做了 一直也没改 但是我估计 现在好多公司应该都是 Spark和Hadoop共存吧 Hadoop应该都是沿用了很久了 Spark应该都是尽量来啊 刚兴起的一个 刚开始 刚开始用 一般公司可能是这样 然后呢 还有对可视化 这个重视程度 这些都是大家去说的 不是我去说的 你看大家去说的时候 他也去说了 就是可视化重不重要 你看这块 他就这样解释 重要呢 还是最好有呢 还是不重要 大部分人啊 都认为可视化是比较重要的 我也是觉得 这个东西比较重要的 如果说你就是 尤其是做数据分析啊 你做这个数据科学 你肯定离不开 可视化展示 判断当中啊 咱们用Cburn和Metplot 基本上就够了 我觉得没必要 这个把这可视化展示啊 做的特别花花 你就最基本的 你看调形图 就是调形图 你的一个丙图 就是一个丙图 你的一个 就是核图 就是一个核图 咱在Cburn当中 直接掉就完事了 你看你有什么图画 你就掉什么东西 我觉得 这么这么东西啊 就越简洁 越好的 你如果画越乱啊 可能反而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没必要好吧 没必要 这样一个事 最要简单一些 然后这块画这样的东西 你看基本上 都是一个Countplot吧 Countplot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图啊 画的比较清晰了 然后证明怎么的实力呢 这里啊 就是这些数学科学家又说了 我该怎么样去证明我的实力 你看大部分人怎么说的 大部分人都是说啊 就是我得通过一个实践的角度 公司当中啊 通过一些经验啊 我就有一些大厂的经验 有大厂的经验 肯定牛逼啊 你在BAT干过 那你出来都是抢手坏啊 工作经验肯定是第一点 做一些竞赛啊 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你有一个比较差不多点的一个学历啊 这是第三点 这是前三点 后面还有一些大家可以看 PHD也是一个竞争嘛 然后下面又说了一下 对这个Coco啊 来说 他就是有没有必要 你在里边就是得到一个排名 那肯定是有票的了 多多一扇嘛 就是但是这个东西啊 可越不可求嘛 你想得到一个排名 这个相对来说难度啊 是比较大一些的 然后又看了一下 你说这个数学科学家还关心一点 他咋去找工作的呀 你看这块什么 先Google buy一下 是吧 Google buy完之后啊 咱给他就是寄一个数 因为他有不同的一个属性嘛 相当于是选择题 数一下不同的一个结果 他点Count 然后Sought Values 然后这条上就得画出来了 然后呢 看一下结果吧 大部分人怎么找工作的 巨大多数人 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觉着找工作什么样 我觉着找工作 一般情况下都是海头吧 也不一定海头 可能你中一哪 得一哪 你就是去哪 但是大部分这个数据领域啊 咱是这样的 海头的实话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互相推荐 其实呢就是你朋友在这儿混得好 没准就推荐你了 为什么 因为一方面朋友关系 另一方面推荐 能拿 能拿钱是吧 推荐一个人啊 我觉得这最少是一个iPhoneX的一个级别吧 推荐一个全职的 还是不错的 如果说公司比较积蓄的话 往少了说一个iPhoneX 往多了说一个月工资吧 比如这样是的 所以说你看大部分情况下什么样 都是朋友 就是或者是亲人去推荐一下 还有什么情况 还有就是说 直接啊就是被跟这个公司当中啊 一个人去联系了 可能是一些猎头猎拼啊 之类的 没准 还有一些其他方式 还有些什么 还有一些职业通过一些招聘的网站啊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 但最多的还是朋友 或者是家人的一个推荐啊 是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PythonXR当中最常用什么啊 这个刚才咱也说啊 这个刚才没说是吧 PythonXR当中啊 有一些用法 这块有个事 你看 这块写了好多东西 什么意思啊 因为这个大家填表的时候啊 填的比较乱啊 你填这个Pandas 有大写 有小写 还有还有甚至评错的 求这个Tensiflow也是一样 还用缩写的 所以说 你把滴滴把这些东西啊 都考虑到 所以说相当于添加了这个东西 然后呢 又加上这样一个提用词 StopWars 相当于是 这些人啊 只要你让他们自己去写 他们就是 逗号 那把其他变点符号 都瞎写 它不是一个统一规范 所以说 我要去掉一些这些东西 把它当成一个提用词了 没用的东西就去掉 留下了一个阻止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小包啊 有叫做NLTK 可能大家 刚之前的时候 没有按这个NLTK啊 我们把这个NLTK的装上 NLTK是资料源处理当中的一个工具 NLTK底边 它有个提用词 我们可以拿提用词啊 去把一些没有东西给它去掉 是做这样一个事的 然后呢 做一些合并 做合并之后啊 就看了一下 统计了一下啊 咱们在R当中 在Pand当中 他们用什么 用的是比较多的 然后来看吧 就是Pand当中 你说用什么多 数据领域 SKLearn 肯定最多吧 为啥 这东西好用啊 建模 你就多简单 学起来简单 用起来简单 效率还好 为啥不用啊 Pandas Numpi 这些都是必用的 Metplot 这个东西也必用的 你看CBurn 这个可视化展示 我觉得CBurn 这个东西蛮好的 LTK 还有这个PlotL1 它也是个可视化展示工具 XG Boost 那个模型 CPi Cures TenderFloar 深度学习的东西吧 这是在Path当中 常用的一些工具包 Path当中就是 这些工具包 大概我都听过名字 但是我没用过 但是这个Path当中 大家自己看 是不是这么一个事 我觉得Path这个东西 说的很准 SKLearn和Pandas 肯定是排前两个的 然后这个 说到这儿 终于咱们是说完了 然后最后 咱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子吧 在这里 就是跟大家说了 好多好多东西 都是关于咱们这个 行业的一个调查报告里 给大家得出来这样一些信息 那其实啊 就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你一方面是演示一下 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展示 另一方面给大家看了一下 因为这个 我觉着为什么选这样一个案例 我觉着 这个是跟我们自身 是比较相关的 所以大家 因为对我们这个行业 有一个了解是吧 对你行业有了解是吧 最好就是你拿着一个真实数据集 实际的去看一下 到底怎么样是吧 咱今天是不是看了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呢 再总结一下吧 大多数美国的是吧 因为在美国进行统计的 所以大多美国 年龄呢 做咱那行呢 大部分情况下 20到30岁啊 这是年轻人肯定居多的 其实这样 公司不愿意找岁数大的 岁数大的活都干不动了 还拖累我们 到哪都是 无论现在就是 你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找管理层面上的人 你找技术岗位的人 现在有普遍要求 都是年轻为主 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年龄大的 如果说让我去组建一个团队 年龄大的 就是可能40岁以上的 我基本上是不会选择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来说 他的身体是一个因素 另一方面 岁数比较大的 他能不能全身心的投入 这个东西不一定 年龄比较小的 像是我 我不能说我年龄比较小 我年龄适中吧 我年龄适中啊 相对来说就是 一方面有一个干劲 另一方面啊 真的就是能全身心的进行投入吗 这个我觉得是 反正我是觉得 一般年轻人 他是干活的记忆性 是更高一些的 愿意去学 其实国际越大就有人 他也不愿意去学了 他得想 再看10年要退休了 给我学这玩意干什么呀 是吧 背乎有这件事 调查对象怎么样 不限于GNG科学吧 Compressence 还有什么 还有统计学 健康科学 那把七糟的 所以说 你说咱的数据科学什么 跨学科领域啊 在学校的时候 你说就是光计算机学 软件学院 通计学院做的事吗 不是啊 什么车辆啊 测绘啊 什么建筑学院 还有什么地理学院 天哪 好多学院都来跟我们合作 其实说白了 就什么时候跟我们合作 一有什么数据建模比赛了 都这样 现在我们有一个写论文的 然后我们有一个 是干什么的 就缺少一个程序员 反正我看了好多这个段子 都是说万事俱备啊 就差一个程序员 程序员还是比较稀缺的 因为就是 他们其实大部分人的活 程序员也能干 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嘛 但是程序员这个活 一般人他也真干不了 因为这是技术活嘛 然后一些参线课程啊 都是还有咱们这个开口竞赛啊 都是一些比较首选资源 然后这次开口啊 gethub是比较受欢迎的吧 这期之前给大家说了 然后数学科学家 满意度最高的程序员 相对来说满意度较低嘛 大部分数学科学家 都会从以前的职业当中 得到一个提升 Tyson R-Circle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 这样一个事儿 刚才看了 然后机学当中 咱们也对比了 罗津会规矩的硕士相接 这些都比较常用吧 老牌强算法了 这么一个事儿 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 未来发展技术吧 咱们看了 独家多数人都会认为 这个圈子的人啊 咱们就是统计一个事儿 你得看这个圈子的人 他们怎么认为的 你去问 那把其道外界人啊 他们就说那东西 那就信一半吧 相对来说这个意思 自己圈人啊都认为 深度学习是一个 智慧发展方向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儿 那你说清理数据啊 是不是比较难呢 清理数据最耗时吧 绝大多数人 都把清理数据的时间 写上了接近40% 那你说他重不重 他是麻麻烦 又麻烦又难 还是个体力活儿啊 这样一个事儿 可是话展示 刚才说了都比较重要吧 大家都认为 它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咱又看了一点 数学和统计 在数据科学当中 是不是大家都认为 它比较重要啊 那你说咱得咋办啊 咱得好好学吧 好好学啊 不代表就是 一口能吃个胖子 慢慢来吧 走一步一步来 其实你说我 可能比大家稍强那么一点 那你说就是 我会这些东西啊 在于什么 在于一个积累的过程吧 不可能 就是说一天 一天你能学多少东西 一天撑死 你能学八个点 要是你天天看数学 我觉得你有效时间 不会超过两个小时的 这个还是要靠一个 长期的一个积累的 我觉得啊 就是大家可能这样 就是只要 你可以多花一些功夫 花个一年 花个两年时间 我觉得啊 你完全可以超过我的 不光说超过我 如果说你学的好 可以超过很多很多人的 我相当于来说 只是个渣渣嘛 然后最后就是 在数据科学家当中来说啊 我们的一个项目 是学习最佳途径吧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说 有公司的经验 大厂的经验 研究过什么东西 这些还是最佳的一个途径 所以说我给大家 怎么推荐呢 边用边学 边看边学 边练边学啊 就是说有这样一个环境 有这样一个氛围 肯定是学习最好的一个途径 闷头啊 在家搞这个东西啊 觉得只要应付一个面试啊 就够了 真正的学习啊 应该是在一个环境 当中去学习的 关于啊卡口的数据科学的一个数据集啊 咱们分析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 就是一方面 大家来看一下啊 咱用这个CBREM 还有Metplot怎么去做的 另一方面呢 咱再来看一下 哎呀 它的一个实际情况是什么样 做一行 咱也了解一行 这行的一个动态啊 这回咱现在是不是 心里啊 大致有个数了 那这个就是咱们这些课啊 一个全部内容了